分兩樣 第一是我們民協整體整個選舉的一個回應 然後有一些簡單的提問答問 會後如果有些想深入某些部分 會後我們都會遇到一些時間的 我們會和大家去談的 但我自己會先說民協整個區議會選舉結果的一些提法 然後何啟明都會說政府面對著這個龐大民意 應該要怎樣做 楊毓就會跟我們說 有些民協對於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有些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部分 江貴新就會說整個區政改革 現在真的拿到一半了 甚至17區都可以一半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做呢 四個部分 好 準備好了嗎 OK 好 好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協主席斯德萊 就著剛剛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結果 文協就認為整個區議會選舉 反映著香港市民一個龐大的民意 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裡 七成高的投票率是破歷史的 政府是必須要回應市民 回應公眾的訴求 民意在這幾個月以來沒有逆轉 甚至乎選民香港人是很堅定的去表達 對政府施政的不滿 在這個選舉結果反映到 我們非建制派的六四的比例 仍然是維持得到 但是呢我都要提醒 其實建制派呢 在這次的選舉裡邊 他的得票都有所上升 不過 因為我們香港人 團結一致 去走出來 用一個選票 去表達政府的不滿 創出一個歷史高的投票率 一個七成的投票率 成功打破了 十八區 都是建制派的壟斷 十八區在民選的議席裡邊 都是個半 甚至乎有三個區議會 是傳取所有的民選議席 這個龐大民意 政府不能漠視 不能漠視我們社會大眾 香港人一個清晰的訴求 未來四年我們看到其實很多 傳統的民主派 新的政治的素人 以至於民間的力量 我們的結合 政府不能漠視 背後的操盤人 中共更加要認真去聆聽香港人的聲音 才可以真正的去讓香港回到正軌 過去政府是一直錯股民情 不斷犯錯 市民的不滿 在這幾個月以來 用了各種各樣的方式 已經充分表達 剛剛的選舉結果 用一個最和平的方式 告訴政府 你不能夠再不聽市民的訴求 不聽市民的聲音 不能一錯再錯 好 這個就是羹慶的回應 接著交給楠濱維 我想最重要的 其實政長官 以至到他整個管治團隊 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真正的止暴制亂 就是回應訴求 你見到其實當市民表達時候 包括可以去遊行 可以去投票時候 那時候的社會 是最平靜的時候來的 但是當政府連遊行都不給的時候 就是逼到市民走上街頭 就是逼市民 去用一些這麼激烈的手法 來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意願 來逼政府回應民意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亦都說給這個政府聽 昨天的民意是非常清楚 沒有逆轉 所以政府要止暴制亂 就是回應五大訴求 同時我們也都強烈要求 這個政府來去撤回 在理工大學附近的警察 其實為了這麼多天 其實真的沒有這樣的必要 一開始就不應該回應 去到今天 即他仍然是要繼續圍住理工大學 其實根本是沒有意義 也都是看得到 這個政府就是要與民為直 就是要繼續堅定下去 所以我們在這裏強烈要求 政府來回應五大訴求 撤走在理工大學包圍警察 真真正正的來到止步制的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就會講一下 接下來四年 其實大家就不要輕敵 雖然民意是非常清晰 剛剛斯德萊主席都說到了 其實現在民意是六四比 即是57%對41% 其實建制的得票也有41% 在很多區域更加 票數是有上升 只不過今次有個民意的海嘯 令到投票率高到七成又多 所以大家要謹記 是2003年的教訓 大家很清楚 當年民意都是一面倒的 民主派都大勝 當然今次是更加壓倒性的大勝 但在2003年之後 建制派中聯辦 就投放了非常多的資源 下去地區的層面 所以我們預計 因為未來這四年 他投放的資源 會更加多 只會更加誇張 但到了四年之後 海嘯不是經常出現的 所以四年之後 可能沒有一個很民主的浪潮的時候 可能現在的市民 就會看看 那個從政人士的地區工作 夠不夠紮實 他的組織夠不夠多 可能到時的投票率 又會回歸平淡 即是上年都五成幾 可能上年四成幾 可能回歸五成幾、六成幾 到時的時候 你哪有一個六四比一度 可能就隨時變回五五波 市民重視的話 到時的話 就是那個從政的人 地區工作的實力 所以我們都寄予現在 民主路上的勤勞人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和很多都是剛剛新上任的議員 即是這四年 其實條路是非常非常之難行 我們民血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政黨 我們一直都是重視民生 重視地區工作政黨 我們更加會加強我們的地區工作 這個我們希望 既與其他同路人都要重視這一方面 另外我們其實之前我們很多的政綱 我們都是要奪回區議會的控制權 去做一些區政的改革 所以重視地區工作的同時 都要重視議會工作 我們要告訴香港人 我們民主派是有能力 是有經驗 我們是有能力去控制區議會之後 可以令到區議會不是純粹一個政治花瓶 是可以做更加多實際的工作 可以令到政府的撥款 是更加急市民所需 而不是經常做一些嘉年華 什麼國慶酒會啊 放一些燈飾等等 有更加實際意義的工作 可以令到區議會更加貼近民情 至於怎樣去做呢 我就交給江貴生 跟您講解一下 我想大家都清楚 民協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投放 就是我們在區議會 或者市區施政行政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麼多年來 我們見證著地區行政的權力 不斷削弱 由市政局殺局開始 當時答應了會下放權力給區議會 但是到今天都未兌現 結果區議會 凌為了一個徹底的諮詢架構之後 就成為了剛才楊玉所說的一個 諮詢性質很重 純粹假壓活動 或者是很大影響力的諮詢氣球 現在這個狀況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被建制派不斷地為所欲為 在區議會裡面不斷地拿資源 去滋養他們的地區工作 這是我們這麼多年來見到的情況 現在去到這個時間 但我們17區拿了過半的移植 整個借被建制派 是拿到17區過半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要想清楚 怎樣在將來的時間 撥裂反正 做好我們的區政 做好我們的市政 區政改革 一向都是民協一直都很想推動的東西 過去四年 深水埗很 建制派和非建制派 鬧得緊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議會裡面都做了很多的改革 譬如說撤銷售票 或者是在看了我們的區議會撥款等等 接下來所有議會 除了來到之外 所有議會過半之後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再更加打高闊庫 去推動這個改革 希望能夠由一個諮詢的架構 去做一個真正有實際權力的市政機構 我們可以參考很多不同的例子 或者在一步步實踐 將來是怎樣實踐 我覺得我們要不斷摸索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目標 我們要掌握我們市政的權力 好像以前市政局那樣 有康民、食環、不同部門的權力 路政、地政等等 我們要逐步逐步掌握回來 令到區政的市政真是抓市民所及 當時其實殺局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行政主導 我們現在除了奪回我們香港之外 我們要奪回我們的市政 這個是我期望將來非建制派 尤其是我們民協 在深水埔區議會 在不同的區議會 希望能夠做到的一件事 亦都呼籲所有非建制派 都以改革市政、改革區政作為一個目標 亦都希望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好 謝謝 補充一下一點 其實我們剛才過去四年 在深水埔都有很多的地區工作 議會工作包括受訓者那些 我們都非常樂意跟其他區議會 一起分享一下 和其他議會者一起探討一下 有些甚麼出路 令到區議會的權力 可以重新給我們議員去掌握 然後看看傳媒有沒有甚麼想法 宣傳一下 你們現在21個人參選 就有10個人贏了 19個人 那你們會不會有結果 還有你們覺得現在第一件事 首要做是甚麼 這次選舉結果 是一個民主派陣營的壓力勝利 一個是遠超任何一個人所想的 但是這個龐大的民意 是政府一個施政而翻新的造成 對民意來說 一定是超過我們所想的 接下來這四年又非常重要 因為這四年 建制派陣由明年立法會選舉 到2023的下一場區議會選舉 它會傾盡全力去做一個反抗 所以我就寄予大家 或者特別民協 新當選的一些年輕的成員 不能注意輕心 一定要扎實做地區工作 讓市民他的選票 特別是一個高的投票率 他投過給你 未來四年後繼續投降去 明年是立法會 繼續創造歷史 你剛剛提到很多區政改革 其實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你們應該之前已經有一定的想法 還有你們今次有很多新的議員 都不是在新區埔區 新區埔區 最大部份都是你們民協的成員 其實其他區裏面 可以怎樣跟到其他新人 即素人 特別是可以做到盟友 有一些更加好的溝通 因為以往大家的內號都比較嚴重 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 民協是過去有經驗 在區議會奪取各半的議席 特別是03-07-01之後 民協在深水埔區議會各半的 於是可以兩個去辦一些能子 即是民協新去埔區做的事 還有未來的一些提法 這次就著整體 其實整個民主派陣營都拿到17區 其實18區就差來到區 都拿到過半的議席 甚至乎有黃大仙區 是全取區裏面25席的 今次接下來大家要做結合 傳統民主派新的一些政治素人 以至於其實很多的市民 他們未必是很參與一個選舉裏面 但是他們是一個監察作用 讓一個市民、聲音、公民的社會 監察著我們民主派 在整個區議會的改革裏面 如何真是讓區議會成為一個香港人 最基本的一個民意彰顯的地方 區議會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至於剛才你所問有什麼實質的改革 想快點去做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增加透明度 譬如現在大家都不知道開區議會 可能都要自己議員拿著一部機 在Facebook Live 希望可以做到一官方的Live 即18區議會的所有會議都做到這樣的紀錄 要增加區議會的透明度 第二件事就是撥款 在深水埗那邊 我們這四年包括修改了一些條例 包括參選的機構 即是團體 不可以再拿區議會的撥款 其實我們和一些申報的制度 都有些改革 我們希望 這個不是說一束即就的 我們覺得要慢慢去改革整個撥款機制 即是令到更加 市民或更加多的地區組織 可以去參與 而不只是保安黨的一些衛星組織 去拿撥款 另外就是公民社會參與 其實很多街坊 很多投票的年輕人都覺得 都不知道區議會在做什麼 其實那個區議會好像和地區 其實是隔了一重沙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的市民去參與 區議會的日常的一些運作 例如我們在過去深水埗四年裏 是做過一次的社區圓卓會 其實希望好像 我們引入例如 立法會一些公聽會這樣的機制 就著一些地區的行政 地區的設施 環境衛生等等 交通發展等等 可以令到市民有一個渠道 可以直接的聲音帶入議會 而不是透過某個代議事 不是透過某個議員去做這件事 是整個地區一起去參與 這些就是我們 我們希望 可能深水埗作為一個示範的單位 在過去四年 可以將這一套的經驗 分享給其他十八區的地區 試一下補充一下 剛才阿旭說了一件 我們都覺得值得做的 例如公聽會 參考立法會的公聽會制度 令市民可以直接參與區政 我覺得撥款上面 可能我們會有些拋磚引玉上面的事情 我歡迎所有非建制派一起去討論 例如撥款 應該繼續由區議會去做 那個角色是怎樣的 我覺得一些問題 我覺得我們要考慮 我們要拋出來去討論 或者其實區議會 區議員和AO之間 其實關係是怎樣的呢 我們會不會透過積極的參與 去反制行政主導呢 令到AO也要服從於民意 很多事情我覺得要透過實踐 但這些問題我覺得 大家現在要開始討論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議會裡面 本身已經有不同的黨派 不同的大系的民主派的朋友 一起參與的話 我覺得這一刻開始 我們就需要開始溝通 去討論 以及慢慢去實踐 今天已經要開始 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四點其實不太多 希望在這裡歡迎所有非建制派一起討論 以及參與這件事情 因為今次零七水埗都拿了十個 就算是零七水埗裡面最大的 十一隻 是零七的最大的黨 會不會競選零七水埗的支持會主席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們全黨是拿了十九隻的 其實就從新聞黨 十萬魚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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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魚同環是同一樣的 其實你們今次 會不會都考慮派人去選 分兩部分 分兩部分說 可能超區就說 斯德雷主席 補充一下 我先講講深水埗 今天也是選完之後的第二天 其實我們都沒有 昨天我們大多數的四位都有去Poly那邊 其實是沒有很充分的時間 跟其他黨派 甚至一些新當選的素人去見面 那深水埗這裡 我們當然 民主派會爭取政府主席的位置 那你至於是不是民協 或者是否其他黨派的話 可能這個星期內 我們會跟其他友好一起坐下來聊一下 才有個共識 至於你說 超級議席 其實這個選舉結果 其實不單止是傳統泛民贏的 其實是整個我們非建制陣營一起贏的 當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在接下來出選三個 或四個 甚至有機會是四個 去參選超級議席的時候 其實要一起坐下來想 一起去擺一個最強的陣容 去讓這個七成的投票率 反映一個很闊的一個民意的基礎 如何讓不同板塊都是一個合適的代表呢 區議會是一個一對一的選舉 今次這個選舉結果 只是 凡是 你不滿建制的 不滿政府 你就投去非建制陣營 但是呢 立法的選舉 是一個比例代表的基礎之下 其實 我想 不同板塊都一定要坐下來談 要的 人們 受到國際軍人的選舉 移民的選舉 的選舉 我有參選 一對選舉 一個是 有關的 還有你剛才說過很多黑格同怨 你們是否覺得會感到一個好沒出現 這次大家當選之後下一屆會拿三個位置 還有你們在今屆節目之前 都經過一些比較困難的見客 有說過可能要跟其他黨想想 想一下這些合併之類的事情 其實現在是否已經沒有這些計劃 其實用整個大維格局來說 整個非建制陣營其實我們是同坐一旋的 無論民協和傳統泛民的板塊也好 甚至一些新興的政治素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區議會都有為數不少 甚至超過一半其實是政治素人 如何去配合如何互相協作 其實這一個是大家一起要去做的事 那所以呢 我想接下來 十八區 民協現在是三個區 我們有議席 那其實大家都要一起去談的 所以這個 我想是 一起同坐一旋的事 我看看有沒有補充 好 好 好 看回這次的投票 整個全港的計算 都是維持三百分 大概是五十多多 其實都可能是比以前 即所謂六四比是低了一點 即是接下來你們去參選立法會 或者其他的時候 會不會都因為這樣而 在協調上 會不會可能有資料到 始終是比較 著重於民生方面的一個組織 在政治方面 可能未必打得這麼強 即會不會有這種考慮 嗯 對了 這裡 我都漏答了 嗯 其實今次這個 其實叫五十七 即是六四比是五十七對四十一 其實是因為這麼高的投票率 一個破歷史新的七成的投票率才能做到的 所以剛才文協說 會說接下來這四年 大家一定要很紮根 很紮實去做工作呢 因為其實03年的歷史 告訴我們 你聽這個反撲 中共的操控 只會更大 更加多的資源 更加強的一個操盤機器 我想如果不是一個七成的投票率 如果只是回到去 立選的投票率 說五成幾六成 根本不會有今天這個壓倒性的局面 今次這個民意的彰顯 是一個超過操盤機器所想的 一個投票率來的 才可以打破了這個建制的壟斷 才可以讓十八區都一個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我想這個 接下來面對著立選 大家 香港人 能不能夠 繼續團結一致 去投票 我們參選的不同的政治版塊 不同的團體 能不能夠一起擺出最強的名單 讓市民去支持呢 這個大家都要去想 我想補充一件事 其實在過去一屆區議會裏面 民協在政治立場上面 一樣是這麼堅定 你看到十八區區議會 我們是在那個區議會裏面 就是提出反送中的動議 而過去我們一直都在做區政改革 但礙於議席的問題 始終都是可能差一步 舉個例 講虛視政策 講無家者的一些安置問題 以至到彭仔的搬遷 其實這三個議題 我們都做了一些由下而上的規劃 交了給政府 以至到議會來討論 但都是那句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夠機會緣故 這些議案可能被修改 可能被否決 但我相信將來 在議會由民主派主導的情況下 這些情況都會改善 無論政治無論民生 都可以得到就是一個民意的彰顯 就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民意表達 就是告訴這個政府 他要回應民意 他要聽市民的想法 其實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其實一直的民意沒有變過 沒有逆轉 而那個訴求也很清楚 透過投票 其實是一個更加強的證明 就是其實 因為過去很多政府 以至建制派人士 經常說有沉默達多數 其實很多人都是支持政府的 其實投票就是一個很清楚的數字 告訴這班人 其實香港市民要些什麼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這些真的是香港市民需要政府回應 所以在將來 為何剛才我們這麼強調 就是政府 第一 麻煩撤走你大包圍的警察 要回應訴求 這些其實就是 當投票之後 政府看到數字 就麻煩你回應 另外就是 就是在區議會的區政改革方面 你們會不會都考慮 在立法會那邊 建議可以再修改 法院職制派條例 希望它再擴大這個能力 始終區議會 就算你們 做了一些廢除的 受盡票的工作班 那個實權都沒有很大 我相信這件事情 一定會值得思考 修改議事規則 或者修改區議會條例等等 我覺得在這四年裏面 都一直要去爭取的 如果不是的話 行政主導只會繼續 是令到我們區議會 是掌握不了實權 這個我們一直會 希望能夠跟17區一起去做 施餘一些壓力 還有就是 剛才我也想回應兩件事 首先第一就是 我想我們再一次 就是要呼籲回 就是如果 林鄭真的要做到 平息這件事情 我覺得第一件事 它應該現在馬上走出來 去回應所有的訴求 那你就可以放得到一個 訊息給人知道 其實你真的是聽民意的 選舉的結果 真的告訴你 民意在哪個時候 你要回應 那大家呢 就會回到一個 真的用選舉去處理問題的境界 就是我這樣給他 只暴制亂 他要做的話 他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相信 現在看來 今早回應 我不覺得他有這樣的意思 那 香港就只會繼續 官逼民反 繼續逼到我們去反抗 但是 有一件事 我也想回應 就是 那個泡沫的問題 03-07的階段 就是一個泡沫爆破的 慘痛的教訓 那 不是說07 或者不會說 將來是否要加強 或者中共是否要加強 他們的統戰工作 我相信 如果我們自己 民主派 不提醒自己 情況是險峻的話 他不用加強 他只要維持現在的統戰工作 他下四年一樣可以反制我們 因為 有很多事情 其實 一個浪潮蓋起來 我們沒有人掌握得到 但是 我相信所有記者朋友都知道 今天這個民意的海嘯 可一不可在 在這裏真的要說一聲 就是 我們民主派一定要警惕自己 三省不申 這件事很重要 我想補充多一點點 就是 雖然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架構 有它的限制 但是其實在制度上 我們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舉個例子 政治上 其實林鄭月娥只有777票 現在的117席 我們是拿得了 777-117 他只剩660而已 他僅僅過半 比梁振英還少 689票 所以其實對他來說 對建制陣營來說 他要穩粗勝券地 陰點一個特首候選人 其實非常困難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 已經是一個很強的制衡作用 而譬如在政策上 我們每一年都有區議會撥款 說到數以億計的錢 其實過去因為建制派先天勝地 不能夠反對政府 所以他的錢 只能夠做一些蛇齋餅種 做一些嘉年華 做旅行這些活動 但是當民主派主導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錢 真的做一些政府不夠膽做的事 就是好像剛才我說的幾個政策 政府不夠膽建無家者 宿舍安置無家者 我們就用區議會撥款建 政府不肯去做一個行上虛視政策 我們就用區議會撥款做 其實這些位置就是見得到 當我們主導到那個區議會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做到事 我們就能夠反制政府 我再補充多一點點 就是我們要用最壞的打算去準備 四年後的另一場區議會選舉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很充分地利用這四年 令到區議會的一些條例去撥回正 就是撥亂反正 我們不會說馬上就改了所有事情 我們要去到最後 最後四年後準備選舉的時候 當時的區議會是非常透明的 是非常公開的做法 撥款是非常之 就算我們最壞打算就是四年後 很多區可能建制派拿回主導權 但是拿回主導權之下 因為我們已經改善了很多的措施之後 他們都不可以說 隨時 好像當一個區議會是一個提款機 將自己的錢 政府的撥款去撥給自己的衛星組織 所以沒有現在那麼容易 另一方面我們都想警告政府 就是不要想著在民主派拿到主導權之後 就削減區議會的撥款 甚至或者是不去增加 因為大家都知道過去那幾年 其實區議會的撥款 整體上撥款是每年都有一個穩定的增長的 其實隨處都多了人口 其實服務其實都大增 我說的是撥款給區議會去的洗費 所以我希望這四年政府都繼續去 有一個持續的增長的錢去下放 給區議會去決定它的撥款怎麼洗 而不要想著你們是民主派嘛 我就停撥款 你但是立即停了 再研究再研究 因為這個是 你看到菜果不適合你的 你就減撥款 首先要先少人口君子 警告政府 警告林鄭 不要這樣做 好 好 有些新當選的民協成員都來到的 那我最後呢 因為有些傳媒朋友已經遲了來 做一個民協 就整個選舉的一個整體回應 然後就可以完結了記者會 有個別的想訪問一些當選人的去做 好嗎 好 各位傳媒朋友 我是民協主席希德萊 就著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區議會選舉結果 民協以下回應 民協認為這次的選舉結果 反映著香港市民一個龐大的民意 民意沒有逆轉 民意清晰的去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日本對過去這幾個月 由反送中條例 到政府的處理手法 警察的暴力 是市民用一個選票 清晰的表達 政府是一錯再錯 民協今次的選舉 我們派出21位參選者 19位獲勝 得勝率是9成 在這裡民協 也衷心感謝香港市民的支持和託付 未來的日子 民協會和民主派的民友 一起去讓區議會成為一個 民意表達的平台 今次的選舉 民主派得票接近六成 繼續維持一個六四比 但這個六四比 我們認為是一個龐大的民意 創歷史新高的投票率 七成的投票率所做到的 而且我們看到部分的區域裡面 建制派的得票 沒有在這場運動裡面減少 反而上升 所以民主派的同路人 特別是新當選的得勝者 都要謹慎在地區的工作 讓民意的託付 讓市民的支持能夠延續下去 明年會有立法會選舉 民協會和民主派的民友 一起同路人 一起並肩作戰 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衷心感謝市民的支持 我們會並肩作戰 多謝大家 好 好 記者會就到這裡 因為我們有些 開場 好 好